大家好,在下禮拜合作的第二弹即將展開 那合作相關的部分,而這邊也幫大家整理一下 首先下禮拜第二役即將加入合作的新卡霞 可以獲得這次第二役的10抽系列角色 而卡霞的部分,35抽一保底 首次抽滿35抽,還可以獲得聲音藥福 以及這次合作也有聲音藥福二獎兌換系統 同時還有基本的合作10抽系列強化效果 分解靈魂獲得提升,以及大獎獅王關卡 比較特別的是在合作期間 獲得西遊角色就是這次的四大獎 也會獲得他們對應的三星龍客武裝儀利 同時還有登入送號禮 在下一周,10月10號到10月15號登入 可以獲得合作召喚券一張 以及合作相關門票箱一個 可以用於抽素材或魔法石 然後一樣禮拜二到合作期間 累計登入滿7天,也會送合作限定的主題桌布 除此,再來合作還有哪一些的關卡 都是禮拜一,一共有9個關卡 包含了禮拜一會有兩個挑戰任務 一個輪迴關卡,一個特別活動 然後還有獅王關卡,跟龍客武裝的關卡 但特別提龍客武裝是對應每一周 會新增一種龍客的類型獲得 所以下禮拜的龍客武裝關卡 只有一種款式可以挑戰 然後還有練技小怪關卡 以上7個 然後還有另外兩個是合作第一彈的相關關卡 也是在禮拜一會有一個全新的夢魘集 那這個是歸雷在先前第一彈的合作 在下禮拜一也可以挑戰 而第二個,也會有第一彈很久之前的復刻地獄集 然後除了關卡之外,還有儲值相關 首先第一個儲值送好禮 在下禮拜10月9號到11月5號之前 單筆儲值6顆魔瓦石可以額外獲得合作抽款機會一次 然後再來其他的儲值活動 合作的專屬桌布禮包 合作期間一共準備了4款合作主題桌布 玩家們有喜歡的話可以透過禮包的方式購買 而這個也可以觸發剛剛的儲值送好禮 如此,針對這次合作也準備了4款禮包方案 這4款禮包都除了對應原本的魔瓦石價格之外 還附贈一些額外的遊戲虛寶 在合作期間有缺魔瓦石想要購買的玩家們 就可以考慮看看 而這4個裡面除了最便宜的那個 另外3個都是能夠觸發儲值送好禮 但只會觸發一次 然後再來下一個是戀技小怪禮包 合作期間戀技小怪不夠 也可以考慮看看透過禮包方式購買 可以迅速練成 而這個也可以觸發儲值送好禮 然後再來 神魔會錄會禮包又來啦 購買神魔會錄會禮包 可以永久加入神魔會獲得神魔會資格 購買入會禮包 除了一些特殊節慶 會有額外的關卡 可以挑戰獲得素材之外 更多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 可以使用神魔會心 來去登記實體紀念品 而再來 除了入會禮包之外 另外也有栽心禮包 這個禮包是你入會之後 如果神魔會心已經用掉了 可以購買這個禮包 來補充神魔會心 那神魔會之前也介紹過非常多 有興趣的玩家們可以考慮購買 然後再來這邊要來介紹 就是一些自家日常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禮拜一有哪些活動 第一個每天登錄場 下禮拜一到禮拜五登錄 都可以獲得一顆摩瓦斯 那一共就可以獲得五顆 然後還有禮拜一行商要塞新品上架 可以靠金幣入手這次的合作練機小怪 然後禮拜一還有一個復刻的雙周 是願望果園精靈 彎童生態特輯 及北斗星系列的這三個雙周關卡 除此禮拜一 神魔戰鬥通行證又來到全新的一季了 那這一次的主打角色是鑽石 然後就可以獲得這張卡片 另外這邊玩家們也可以購買豪華獎勵 解鎖更多的遊戲素材需保 然後這些是自家禮拜一的部分 再來禮拜五會有一個復刻的地獄 以及挑戰的是這張柏哥 然後禮拜六就是最後一個自勝的全員 在下禮拜六到禮拜天期間登錄的話 可以獲得體力回復機一隻 那記得這是有時間限制的 好 那麼以上的這些是下禮拜的活動內容介紹 如果有喜歡這部影片 想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通知 記得訂閱神魔之塔 觀光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